呼应国际教育2.0 国立东华大学布设实验国民小学 连续第三年举办了国际联合升级典礼 4号的上午的升级典礼当中 还升起了包含台湾、美澳、加拿大、日韩、菲律宾等 12面的国家的国旗 期盼让学生和家长在校就能够看得到自己国家的国旗 也打造和和谐多元的校园环境 解合国际纪人群教育 4日上午8点 国立东华大学布设实验国民小学 连续第三年举办国际联合升级典礼 在国旗歌的演奏下 观山台升级了12面国家的国旗 象征东华复小国际教育政策2.0 在2023启航和延续 今年由日籍家长代表外籍家长致辞 感谢校园推动国际教育不遗余力 各位早上 明媒的室连大学 那其實花蓮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 那應該也要從小學開始 讓每一個孩子能夠認清 其實我們就生活在一個 國際性的一個生活圈裡面 也希望大家都能夠尊重彼此 未來能夠把這個 國際化的一個概念 發揚到自己的城市 未來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城市 讓我們城市可以變成全世界 朋友最愛來的一個地方 再只要謝謝校長跟老師的用心 也謝謝每一個孩子跟家長的一個信任 讓學校能夠越來越好 讓孩子能夠學到更多國際化的東西 在整個國際教育的課程的設計上面 我們把今年定調為四海一家有你真好 到今天我們要慶祝新年 我們要把國際教育的升旗結合在一起 把我們學校裡面 11個不同國籍的家長的孩子 在這裡就讀的孩子 讓他們升起他們自己的國旗 總共12個國家 和我們國家 會在 國旗會在我們的校園裡面 每天飄洋 我們要結合的是國際教育之外 還要結合人權教育 也就是說讓孩子在這裡面 尊重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生活 飲食文化 讓這邊能夠 互相的彼此尊重跟包容 富小外籍家長共來自有10個國家 22個孩子在校就讀 加上外籍教師 包含台灣合計是12個國家 自日升起了美、澳、加拿大、印尼、伊朗、日韓、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等國國旗